美聯儲最後一次意識 大家是想不到是不是? 發了一些隔壁的信息 說面前一張 簡色三次 總共75個基電 我看到好像華爾街那些 反而一片叫好 看到股票又新 標普 納指都新的 你覺得這個市場的反應是怎樣呢? 會不會覺得是過於亢奮呢? 有點過了 因為議息前其實市場都猜 明年會減兩次左右 你現在給多一次 那個市場就要去到500 其實大致上應該要反映的東西都差不多反映了 譬如議息前說 美元是104 你現在去到101多 只去到3格 整個過程 你說加息到明年是轉減 那是說 由這個美元由107到現在101左右 都走了一個比例 那我看再進一步反映的空間未必太多 除非到時真的結果出來的幅度要很大 但是如果結果出來的幅度要很大 就是說經濟就有機會幾差 那到時市場就不是這麼方向反映了 所以這一陣子的反映 我想是差不多 還有這個反映也是純粹是 因應聯儲局的說法而給出來的 事實上到時 聯儲局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做呢? 你看到聯儲局最近那個說法和他之前的比較 一致性不在那裡 整天轉 那現在的通脹也不是真的這麼突破性的向下 說真的 落到4好像都站在那裡 不能動 所以整個局是不是他現在說得這麼樂觀呢? 我去報了 大家都期望著 如果他真的反映的話 美金霸權是否不再扭 通脹 對其他國家的貨幣甚至香港的經濟有什麼影響呢? 這一刻講這些話 是不是都是有些回事過早呢? 美金沒有什麼八不八權的 你現在說美金是強一點弱一點的 就算你跌一些它都是高的 說真的 就算美金跌到九十幾甚至八十幾 都不是很低的 所以這個跟八不八權沒有關係 但是周期上的美金強弱的 就是上大現象而已 我相信就是 那如果明年經濟轉差一點 其實那個美金未必十分之淡的 說真的 如果減美息上來 到處都會減的 不是只有美國減的 其他的歐洲等等都會減的 大家都減的時候 對沖了 其實對息差的影響 可能不是十分之大 反而現在市場夾得這麼高 那你的基本因素是否配合呢? 因為有些經濟體已經開始經濟收縮了 所以美國那個方向應該不會差很遠 都是不上緊的 就是有些事情可能還未浮出來 整個局 明年不可以說看得很樂觀 覺得一片大號 跟現在的市議是不合的 因為市議是破頂的 但是 基本因素不撐的時候 就是慎房到時候一收穫就走回頭 可能那個幅度都很大 不過其實他加息原本是抗通脹的嘛 那現在他說要加息 是不是他說贏了 抗通脹勝利了呢? 現在好像未見到通脹的比例會是多少? 沒有這麼說的 就是你聽他把口說 都還說通脹不行的 但是你的抗通脹整出來就是春天減三口 那給人的感覺就是 他把嘴巴跟抗通脹就不一致了 還有就算你說抗通脹整個局的看法 這個看法也是有些草率的 就是現在是不是這麼早可以聲言搞得行呢? 其實通脹跌的主要原因都是食品能源 那些非核生亡目和一些基數的因素 那這些其實不是一些很可持續的下跌來的 就是看回一些某一些部分服務的通脹 那些經濟不多 一直都不上下跌 就是我不知道他怎樣得到結論 說通脹可以這麼快搞定要減三口 如果不是因為通脹跌而要減三口 那就是說他骨子裡其實看經濟就是轉差的 那這個機會也大了 老實說 因為現在你看到你圍著那些經濟 比如英國GDP可以收縮 有些地方都曾經縮過 有些領域的 譬如投資啊 生產那些都差了一段時間 那現在連美國譬如說 就業那邊都是有些不妥的 就是你看到最近那些空缺是少很多的 那有些大行是開始裁人 就是說數以千計裁人 其實這些不是說沒有跡象可尋 只不過就是 你現在連美的市場 就是似乎 不是太想做淡的事 變成一面倒只是說一些好東西 就是撥到氣氛好像很樂觀那樣 事實上擺在眼前的事情其實 不是說坦都很重要 但是肯定現在市場表面上 看到那個股市這樣的氣氛這麼樂觀 那可不可以這樣說 市場高顯得太早了 那這樣看是不是下年 有些過了 就是比基本因素來說是有些過了 所以我多謝剛才那句 你因著它過了年之後有一個修正 就是市場是這樣的 有時候會在一些位置會有些浪湧一下 就是如果你因為那個浪或者氣氛遮蓋了 遮蓋了那個基本因素 你沒有留意到那就危險了 嗯 那是不是意味著美國下年的經濟啊 老啊股啊債啊各方面都是一個怎麼說 在我們感慎的一個氣氛之下呢 就是 我想升值就是冒險類的那些要小心一點 真的股那邊是扭啊 那些要看著 反而債那些當然是 就是減息那當然是favor 有利了 最近債的債升很多 比金那些其實都是避險的時候會升的 那這個其實是 我當你不是一個很差的局面也好 但是譬如說你說經濟有一個明顯的貨門 顯著的貨門 甚至是一個溫和的衰退 當是這樣的 那你起碼和現在的市場都不是很配合的 現在的市場是直接有大牛市 那你如果就算市場不是跌很多 跌了兩成 那其實都夠了 那些都不少的 所以那個風險都幾明顯 尤其是現在債市這麼強烈的看法 就是3月5月都要減息 那如果債市都看這麼近的 將來要減息 不是一個好現象來的 就是正常好的經濟是加息 不是減息的 那對香港呢? 所以說就是絲毫無影響 因為你說反正它過了年都會修正它這個說法 香港要跟外圍 就是那個息口當然你現在就整天都說不跟 但是那個是PE來的 我們就不要管 資金成本就很難跟的 拆息啊 銀行存款息 那些大致上跟著 你現在見到那邊也有一些重點 那香港就跟著重點 不過經濟也是一樣跟的 就是隨著外圍 現在慢慢是轉差的時候 現在最新就是 某發的那個調查 調查的那些進出口的看法 都是看淡的 就是你看到外圍那個貿易是差的時候 這個對香港那個直接的打擊 都是將會很明顯的 我想我們不是說特別會差到外圍 但是你預計了如果大家同步向下 那個機會是很高的 就是如果外面的經濟增長 各樣的指標向下 香港都會跟著的 歐元那邊好像就 歐中央行好像是鷹派 對的 他沒有說要解釋 就維持利路不變 那現在這個怎麼看呢 因為他的融資 貸款 存款的利路都維持不變 那這個顯示了什麼訊息呢 就是他人家 其實跟美國一樣的 兩邊都是維持不變 如果美國不是整個 就搞了那個局 就是整個世界以為他很合 以為他很快的減息要減很多 就是他這塊東西就是 有些壞了 就是有些草率的 那你看歐洲那邊就沒有很多 那他純粹聽他說的時候 那他的調不是那麼大的轉變 突然間要轉甲 其實很多央行都是 現在那個加息是想叫停 那接著可能攤著時間 看看經濟會不會轉差人 就再想減了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麼多的看法 就是如果你看回利率期貨 檢查出來 大家都可能明年第一、二季之間 第二季左右會開始減息 就是其實整體的看法都很一致 換言之就是 歐美那個政策方向 不會有很大分歧的 所以在想著 美國那邊是放鴿子、鴿派 英國這邊都是放鞭派 還想著鞭鎮會不會升 你這樣說真的 鞭鎮不會升 都是一個假的 英國也不是的 英國現在都炒會很快會減息 就是可能 就是明年第二季都會減息 其實就是 就是跟美國一樣的 大家都是看第二季的減息的時候 變成那個榜上 不是因為 息差的因素 就是大家的息口都是看 譬如說現在可能動 去到明年第二季都可能有機會減 那你息差根本是沒有動的 樹期的息差也是沒有動的 純粹就是說炒減息 那市升的時候大家就沽美金 然後就入市買東西 就是那美金一跌的時候 那當然什麼都會升的 你不是說英鎊、人民幣都會升 什麼都會升的 很自然的 就是不關英鎊事 不關歐元市 就是根本是市場現在想賺美金 賺不賺到呢? 賺到了 現在2021 但是我看下到這裡 再下都慢 就算再下都慢 就是你現在上次的低位 說99左右 都是撕回那頭 那你現在可能是年底前 那個相對利好的氣氛可以維持到的 那你一直的股市是保持OK的 那股市是不錯的 那股市是保持低的 那股市是低的 可能是101 頂空18、99 我想頂空在這裡 那就過了一年 但是過了一年之後 大家有新部署的時候 就可能會沽回頭 那說回香港 就是我看到有媒體就說 今年1月到9月 1月份到現在 有90間賞市公司 有燃利轉虧損的警告 甚至乎7月 有一間公司你不可以說 但是一間母企呢 盈利跌得最多達到99% IPO是20年來的最差 有30間的券商倒閉 那現在看到股市又升下 又升下又跌下了 那現在大家都幾關心 香港是否國際金融中心這個位置 彭博都說了 有些中國的官員 就建香港的大媽撒 要他們維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做些事情 那你怎麼看這一連傳的訊息呢? 你怎麼看呢? 盈利衰退不單是香港的 美國也是的 你看美股它有很多上市的公司的盈利 都是衰退的 就是按鍊是縮的 所以這個是全球現象 就是逢是這些成衰 漲縮的那些現象是全球化的 就是很一致的 沒什麼分別的 那你當然那個盈利 如果是一路收縮的時候 那個市場不斷升 當然有人對路 如果你還沒估那麼說 但是比如說你講一講 因為盈利是縮 但是市場已經在下降 那你對應反映了 那至於你那個國際金融中心 那個因素就是另一件事 就是講一些長線的現象 那你香港其實都沒有了國際很久了 你看一個主板有多少東西是國際的 就是以前就還有外資在 現在外資都走了 外資也不多的時候 你可能你數外資那個辦公室的數目 就沒有怎麼搞的 但是國學在那裡 可能沒有什麼業務 沒有什麼人 或者市值都很小的 那你看到那些東西 真是不國際 不國際你沒有什麼要做的 你都走了 走了很多原因 大家都知道的 講了很多次 如果是香港 北京政府要想香港維持 國際金融中心的位置 其他外媒或者國際上也都知道這個位置 受到一個嚴峻的挑戰 那你北京政府究竟要做什麼 才可以說 香港可以打回來 沒有什麼 做了你本身現在都已經不國際了 你的大前提 和我的大前提都不同 你的大前提都要維持國際 我大前提都告訴你 你現在都已經不是國際了很久了 就是它現在根本不 你沒有什麼可以做 就是做一些所謂的 共產陣營那一堆的生意 跟俄羅斯做 跟伊朗做 跟北韓做 你拉這些地方 就是阿根廷本來說 金川世界一家 現在人家都知道 你拉攏你的陣營 加上領土計 全球都有個比例 你都可以說自己是國際的 這些地方沒有錢 窮窿 你黏著它 領土上你佔了地球陸地 很多個比例的面積 但實際上你錢來計 就真的不放多了 現在它最有得想的就是想中東 有一兩個沙特阿聯酋那些 現在都有一些變節 本來是黏著美國很多 現在都有一些是變成一兩邊黏的 但是它那些很棒的錢 不會去謀言拿過來的 你看看談了那麼久 我記得去年 不知道是特首還是才爺去哪個 就走過去的 又說簽了很多幾十個記錄網絡 那現在怎麼會無憾 其實這些中東人都很聰明 它不會隨便拿錢的 你都要有回報啊 有東西賣啊 就是有生意才有談的 你現在那個局懶到這樣的衰款 整個大陸經濟有一段時間教的 那你怎麼來投資呢? 你叫人來投資 你都要有東西才行的啊 大陸不是就是傻乎的 博士最深的政治的訊息 政治的現實就是香港現在 警方共安處要通緝多五名的海外的香港人 香港的死亡人士 那波士你怎麼看呢? 它沒有的啦 這些都是姿態來的 說真的你在那個境內 那些都抓了 你現在都沒法通緝 連通緝那些 走走那些怎麼抓呢? 所以我也看不到它 有什麼叫可以走它 那人當然也不知道 你通緝它也不會走回 那其實沒有用的 浪費氣的 你只是在高調那樣表態 告訴人家你在做事 最多你不停的 每年拿很多個億 在做事 但是其實現在有什麼需要來做 沒有什麼需要來做 可以抓了抓了審 審判都判了 那其實整個國安處沒有什麼做 找東西做 整天高調製造一些假想敵 然後高調地說到處都是賊 天天都有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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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賊 明天追問那些賊 還有哪些人去賊 說他自己去賊 自己自己的陣營裏 把那些賊出來 說你有沒有這個可能呢? 那你每天都叫有賊 就不用賊 你之前就說 有空去高調去搜《蘋果日報》 搜這個搜那裡 那你現在都沒有浪費 那有什麼做呢? 你越請越多人 越拿越多錢 但是一直就沒什麼做 那其實他合理化不了他的存在價值 他現在不斷地找東西來搞 你找東西搞 搞來搞去都是那些東西 那你有空就出通修令 然後roll over 通修令 renew 通修令 增加個懸紅 那你就是都是那些東西 因為說來說來說去 三國費很新的東西 嗯 還有一個就是公務員 你知道公務員的團隊是比較大的 19 本身19萬 現在可能17萬多的隊伍 那現在要修改公務員的那個守則 為什麼要修改呢? 就是他們的政治立場中 都要修改 不可以以私人的身份 發佈對政府政策的不滿 批評 甚至是網上都不行的 所以 他又不完全是你這樣說 我有看他怎麼說的 那個女人她說 就是看情況 她又不完全說不行 不過行不行之間 那個位置很陷糊 那就永遠都是共產黨用這些模糊策 去恐嚇你 讓你不要搞 以前就很清楚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一向都是的 但是如果你是公務員 你用公務員的身份 當然不可以 碰上頭去說自己 但是如果你說個人的名義 那你做其他事情 以前一直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人理會你的 還有實際上做得公務員 那些很多都乖乖的 哪有這麼多意見 有多意見他都不做公務員 他有說過的 不可以以私人身份說的 如果你嚇到以私人身份的話 那要怎麼樣呢? 就是你很容易 很容易怎麼樣 啊 避免說他這個話了 他又沒有說可以 他又沒有說不行 有一天有人問過他的 不知道他在哪裡回答過這件事 總之他是無寧兩可的答案 他又不是一刀說切話不行 他又沒有說一定可以 他又不是一刀說的 他又不是一刀說的 那你得與不得之間 你就怕了 公務員是一些 跟程序跟規矩的事情 那你突然間有些事情 得與不得之間 他就不懂得搞的 不懂得搞的 就最好沒有搞的 那他就答到目標了